打嗝打不停真的很难受 一直打嗝该怎么办 打嗝打不停是横隔膜突然收缩 英国国民保健署提供六大止嗝法 第一招喝冰水 规律收缩食道舒缓打嗝 吞砂糖颗粒状砂糖 可以刺激喉咙后侧神经 帮助神经信号重新发送 用纸带照住口鼻重复吸气吐气动作 吸入掀取二氧化碳能抑制打嗝 另外膝盖上提至胸身体往前傾 来增加胸腔压力 咬柠檬喝醋刺激味觉神经 而最常听到的憋气 也是利用增加胸腔压力来抑制 像是喝冰水 它是因为吞咽的这个动作 含一些砂糖一点点的醋 藉由味觉的一个刺激 为什么会打嗝打不停 通常和肠胃有关 和碳酸饮料造成胃太多气 吃太快 胃在短时间内保障 甚至吃口香糖 吞入过多空气 都会造成打嗝 有可能是吞下太多的空气 或者是喝到一些碳酸饮料 汽水 或者是喝酒喝太多 虽然医师表示江湖传说 止隔方法真的很多 但目前没有证据能证明有效止隔 如果连续打嗝超过48小时 建议还是到医院检查 这叶正宇 黄世云 高雄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采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